文殊师利他在大圣当中是智慧第一 小圣里面舍利佛是智慧第一 小圣里面舍利佛智慧第一 智慧第一都输给维摩杰 但是大圣里面的文殊师利菩萨 他是有来历的不可思议的菩萨 他是过去龙肿上尊王佛 他也是一个圆满洁物的佛 其他的为什么都不够格呢 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我 照理说 眼耳鼻舌生义 你通通都通的话 你就是一个生文 到那一根还是有一点我存在 会产生我慢 十大地址还是有我慢 前教的菩萨也有我慢 真正达到了 我质都没有了 我所也没有了 我华也没有了 那个时候才是圆满洁物 法质没有了 我质没有了 我所也没有了 我所也没有了 那个才叫做圆满洁物 所以还执着有一点点的我 还是会有我慢 就是有一点我的骄傲在里面 那个还没有圆满洁物 所以那个时候 释迦摩尼佛就跟文珠师弟菩萨讲 那你去看维摩尼佛吧 去看一下维摩尼 文之师弟白佛言 师尊释迦摩尼佛 必丧人者难为仇对 这个维摩尼不是很容易跟他谈话的 不是很容易跟他谈话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深达实相 他是圆满洁物的 实 实相 他懂得实相 真正的佛性 他懂得真正的佛性 善所法样 任何法他都懂 任何法他都懂 难不倒他的 他是辩才无止 他的辩论是一点切施都没有 智慧无碍 他的智慧一点障碍都没有 他讲维摩尼佛是这样子的 一切菩萨法事去知 所有的菩萨的所有的法 佛法 菩萨法 他通通通全部都知道 诸佛秘场 无不得入 降伏众谋 游戏神通 所有佛的种种的秘场 所有的制药 心药 制药 可洁 他全部通通都可以进入 所有的魔王都被他降伏 他在沙伯世界 这是游戏神通 沙伯世界 是他来玩一玩 来游戏 来玩一玩 他有很大的神通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